请 行了 黎副总裁 进我的办公室 就不要假模假设的巧了 好吧 你快看看我 像不像那么回事 像 美 你夸我之前 最起码看我一眼吧 真的是美爆了 怎么样 第一天上班感觉如何 游刃有余杯 这么仔细 好啊 那我就看看黎副总裁 能带给我什么样的 驾驶 那你就等着瞧好吧 哥 你怎么了 心不在焉的 今天是梅娅母亲下葬的日子 对啊 咱不是说好爱陪她一起去的吗 她怎么没跟我说呀 她跟你说了吗 早上我就给她打过电话了 可是她拒绝了我 她想自己一个人去 哥 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 什么事 杜若南喜欢你 我知道 而且我还去找过她 我当面跟她说清楚了 我告诉她 我爱的人 是林美娅 以前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你就是这么直接了当地 告诉杜若南大 直接点不好吗 太好了 那我就放心了 放心了以后 就别跟着瞎操心这些事了 收收心好好工作 过两天我陪梅雅去国外的时候 公司的事情 都要全权交给你来处理 明白吗 你还是打算和梅雅 一起去国外的对不对 对 看好你 我走了 加油哥 灵魅雅 你在故意疏怨我 你拒绝我陪你去国外 你母亲的葬礼 你拒绝我和薇薇的陪伴 你美其名曰 让我帮你照顾杜若南 你所做的这一切 我知道是为什么 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 杜若南是成年人 他有家人 有朋友 他不需要我的照顾 我想照顾的人 是你 我 我现在就告诉你 国外 我陪你去定了 我陪你去定了 感情这件事情 有让来让去的吗 你知不知道你的善良 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是一种残忍 甚至是一种侮辱 我爱的人 我爱的人 叫林梅雅 即便有人跟她 长得一模一样 但只要这个人 不是林梅雅 那就不行 还是你觉得 我对你的感情 太廉价 你可以随便地转让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黎叔 对不起 不光是因为若南 我确实也没有调整好 我自己的内心 你对我的好 我真的很感激 但是我也有压力 你在我的心里 真的是一个 特别特别好的人 我不值得你 对我这么好 我愿意 我愿意一直守护你 就算你不爱我 就算到最后 你都没有接受我 我也愿意 我也觉得值得 除非有一天 有那么一个人 比我更能让你幸福 除非你选择了他 否则我不会走 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 好吧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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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会帮你 我愿意 你不得你 我愿意 你不得你 我愿意 我愿意